女生 Hello everybody 娛樂有心度 盡在Smart Travel 這個真的有心度 因為我外出吃飯 今天有一位位高拳蟲 很喜歡低調的 所以不想我介紹一下呂強人 事業女性 好嗎 她現在已經在電話那裏 你們踴躍點留言 因為她只拿著電話 跟我聊天 但她暫時看不到那個 feedback 唯有我讀給她聽 Hello 多謝你 歡迎你 給你一點掌聲 你好 很感謝你今天介紹了我和鏡姐一起去買便宜 我今天 因為周末 周末的晚上 想和你talk 3 talk 4 我們由女性的購物開始講起 好 Hello Hello 是 我想問你 你覺得女性的購物 譬如說 20多歲買東西和50多歲買東西 她們買東西的態度是不同 我覺得先不要講銀兩 講買東西的態度 那你覺得 30歲和50歲的購物 有什麼分別 我想其實 30歲的女生 應該是多數目標準的 她們喜歡的才是不同的 但你不要講到50歲 我們講到中女 那些 可能她們的經濟上 她們可以支援 她看到什麼喜歡就買了 所以 我看到她們買得很開心 但是 她們也很開心 不過 她們會買一些 譬如說 現在人們在網上 潮流說 現在流行什麼 他們可能 每個人都會買那樣東西 譬如iPhone 或者買電話 或者買 這期流行什麼 像搶球鞋 但是 比較成熟一點的女士 女性 就會喜歡 其實 好像我自己這樣 我覺得 感覺到 我看到什麼我就買什麼 我總之喜歡就可以了 喜歡是任性來的 喜歡大小的 總之喜歡就買 但無論是 我聽我身邊的朋友說 不是只是買衣服的 可以 好像現在這個 疫情的關係 我有些朋友 是很喜歡買名牌的 有一段 她們根本也喜歡的 誰知道 她在國內住 或者在香港住 在家裡 沒有東西做 她以前 是完全不會買一些家居的東西 現在突然就去買 家裡的杯杯碟碟 都買十幾套回家 我自己也是 所以 是很好笑的 將整個生活 是改變了 但是一個字就是 就是買東西 零食又買了大餐 扮靚的東西 你見那些女士去 外國 譬如去日本 去韓國購物都買很多東西回來 香港的網友 有 香港的網友 有時 因為我覺得 會不會 有個網友 Maggie Wang 第一次 她在英國 她打上了給我 在英國那裡 看到她 在英國聽著 網友 所以 是 嗚呼 嗨 英國朋友 I miss英國 英國 你住在英國很久 說一下在英國買東西 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很多網友 可能現在去 去英國旅行 或者移民了 那時候 你住在英國幾多年 想請問 我住在英國那時候 很小 所以 我在大學校 沒有資格 沒有時間 也不可以幫我 到我工作 那時候 我每一年都會去英國 一次或者兩次 我每一次去英國 是發瘋的 因為其實 英國 去百貨公司 當然是去食店 吃東西 買 烤杯碟碟 買一些 我不想 廢話說 那些公司 不用幫她宣傳 總之 全部 所有英國大的公司 都去了 那 就算是超市 都去買 總之 買維他命 都買了半行李 總之 我想用電話打給你 因為Whatsapp 斷一下斷一下 我一秒鐘打 OK 因為 等一下 這個 斷一下斷一下 OK 用這個 應該清一點吧 應該清一點 Hello Hello 這個清很多 那繼續 你英國 買很多東西 什麼都買的 只是維他命都買了半行李 那死吧 應該最正都是時裝 英國 是嗎 是啊 我也買的 沒有人買 我家裡 其實每一件事 其實我是 可能我職業的問題 我很喜歡特別 喜歡買東西 我買東西 我就開心 但是又不是 瘋到去購物 我是控制自己 因為要給錢買的 其實我覺得買東西 是要精打細算 還有要訓練到自己 買一些 你買的東西 要自己很喜歡 自己放進去 你會享受那樣東西 還有現在 這個理論就是 你會用 你不用 那你真的浪費 你真的吃到半行李的維他命嗎 吃不到的 不過 這個是Q10 買廣告 這個是維他命C 哇 買到全半行李都是 那種很開心的買東西 每個人都會枕頭 有個多巴胺的 腦分泌 不是的 其實全香港的美女都喜歡買東西 不美都喜歡買東西 只是美女才買東西 對我來說 全香港的女生都是漂亮的 對我來說 好 因為我經常覺得 你不覺得嗎 每個人都可以有她漂亮的一面 是嗎 例如笑容 她很開心 很開朗 都可以很漂亮 我不覺得有任何有醜的女人 我覺得 每個人都是美女 對我來說 不過是根據她 在哪一部分發揮她的小宇宙 還有 我們香港的女生都很懂得打扮 是的 尤其是懂得打扮 一半一半 我覺得有些女生都很厲害 精打細算去買些好東西 好像今天你介紹我們去 一個Department Store 去買一些高檔市場 大家猜一下我這件衣服多少錢 大家猜一下 哈哈哈哈 不過這個顏色 你不要猜她這件衣服多少錢 因為今天是一個特殊的 一個特殊的事 我請她們去購物 最主要就是大家開心 OK 15錢 買得很開心 真的 是的 去到那裡我看到那些 拜託你等我一會 我想拿那袋東西給網友看看 我今天買了什麼 你等我一會 好 我來 我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你看我這件衣服 你們真的猜一下多少錢 然後這個 鏡姐和這個美女 她非常推薦 Alexander Wang 你一個 她應該是英國牌子 Alexander Wang 美國 美國 Anyway 名牌 但這個褲子真的很划算 下次我有機會穿給大家看 哈哈哈哈 這個划算不是普通的價錢 所以我們都不要 我們不要拒絕價錢 是的 不說不說 我們現在 你開心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去另外一件事 我們說一下 有搞完扮靚 說什麼好呢 說健康 你剛才我想說 因為我的年齡 譬如說 女人的美美美 在不同的年齡 有不同的美美 你可不可以再考慮 分享多一點 你覺得不同年紀的美美 譬如說 不要說太年輕 十八毛醜婦 三十歲開始有什麼美美 四十歲有什麼美美 五十歲來 這件事我不懂 但是我只知道 越年輕 你是真的可以怎樣任性 怎樣吃 吃也都不肥 或者是 譬如說 如果有人喜歡喝酒的人 喝酒的人 喝酒的人都可以排在身 但是呢 我們的年齡層 真的會影響到 我們自己 在生活上的事情 不過我也不會阻止我們 不會阻止我們任何 在不同年齡的開心 可以這樣說 不同年齡有不同的開心 所追求的事情不一樣 那不同的 譬如說 二十幾歲的時候 你們 十幾二十歲 那你穿什麼都漂亮的 皮膚很漂亮 你不塗護膚品 睡覺 不塗護膚品 你都這麼漂亮的 你不會擔心 你不會擔心會有皺紋 這件事 不會擔心眼袋 這個問題 對不對 你有沒有 沒有 其實我現在也有聽到 二十幾歲的人都開始打BOTOX 會不會誇張了一點 不會 我認識很多人二十幾歲打的 因為他們 因為外力 現在的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 要最漂亮 要完美的 他們就打了 沒所謂 打了水乾針 二十幾歲已經開始打了 水乾針 我遲些 有水嘛 是啊 BOTOX 反而沒那麼多人不打 但是水乾針 BOTOX 多數人是用來打眼袋的 OK 或者有頭的火車鬼 這麼年輕 哪有火車鬼 OK 多大了一點 整瘦眉頭都有火車鬼 男人有火車鬼 就代表智慧 你喜歡不喜歡那些男人 例如白頭髮有火車鬼 代表他們有智慧 還是你覺得 他也是要保持 你覺得男人要保持嗎 現在很多男人保持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其實很多年前已經在明珠台 看到有個男人 他應該是做銷售 然後他用午飯時間 去打封售 整個鼻很高 那個角度 可以調校的 醫生用手去塗 其實現在 以前的人說 很多男人 就說我連洗臉都不散,走蜊清水 其實現在這些東西是很講究的 講究是好的,所謂觀仔骨骨 除了衣著之外,他們會買很多不同的護膚品 甚至很多是定期去做臉色的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做 Your face your face 聽過 你看韓國的男生,韓國的明星,臉多漂亮 你不要說她的臉有沒有做過微調 但是她們真的保養,炒了護膚品 每個星期都做臉色的 是啊 我自己也有保持的,也有做臉色 有,我看到她的臉,她的臉很滑 其實我不覺得自己是白,為什麼你會覺得我是白的 我想問你,以前那份工作 我以前也要旅行的 我已經不去旅行的 我不去旅行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 嘩,死了 我去到紐約 整個時間表,反過來 你早上六、六、六、六 對,因為你只有三、四天 我想問你怎麼撐 反過來我問你 Let me interview you 那你真的很厲害 那你在飛機裡,還要做到 要做到take care 那些高級的課程 那你怎麼去維持你自己呢 因為其實也挺辛苦 因為我們在休息的時候 你一直移動人移動人移動的 是啊 那你去旅行飛機回來 或者你去巴里斯 哇,這樣很辛苦 你問我怎麼去維持自己的皮膚 或者是精神 或者是健康 各外的外表 是啊,現在我面對你 OK 因為我確實 你現在所有在聽你的粉絲 全部是美女 還有很多都是職業的女性 professional 就算不是也好 都是聰明女 所以 整天飛來飛去玩 I'm sure 她想聽你的這樣的提示 其實我第一件事要補水 其實我現在懶了很多 我覺得應該一個星期 最少要做一次的 如果你真的無法忍耐 或者沒有時間去做Facial的話 那你一定要做Mask Mask 是啊 要慢慢做 如果你慢慢做當然好 另外你要多喝點水 其實我是很差的 喝很多咖啡因的 譬如日本茶 那樣 它會脫水的 但是就提神 但是有很多清除自由基 自由基是一些自然物質 譬如我們在高空 很多不夠睡 都會有些自由基 那一定喝綠茶之中 有一些抗癌的物質 飲食方面 還有補水 其實補水很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外國人 你不覺得外國的女生 樣子不耐老 他30歲好像40多歲 但是我們亞洲人 香港還是內地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湯水 很重要的 補水 是啊 看中醫 還有斑 你要塗防曬 有很多人不斷曬太陽 其實你的皮膚是很傷的 你如果經過紫外光燈 你不知道的話 曬多些斑很重要 因為皮膚老化 你要花很多氣力和錢 你覺得 你一定要塗防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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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白和防曬 是兩樣東西 防曬 就算你在公司的燈 全部都有紫外光 你一定要 現在他們說 臉要塗防曬 眼睛要戴藍光眼鏡 是啊 是啊 不是啊 現在是沒有懶的女人 全香港現在這個 現今社會的 所有美女 都很懂得保養自己 因為 其實是要照顧自己 好像我說 我經常跟我自己說 這個世界 無論結婚或未結婚也好 即使結婚很多年 或者結婚一年兩年也好 其實最清楚的那個 是你自己 是 就是 誰最明白就是你自己 你才知道自己 因為你的內心深處 你不說出來 就是沒有人知道的 你開心和不開心 其實你沒有人會知道的 對不對 這是一個商業的社會 我想問 商業的社會 其實 但是我想問一件事 你如果在商業社會的話 你做工 譬如 現在當然是 free flow 自己打自己的工 但是感情方面 你說要溝通 男女之間 其實感情方面 你覺得 是不是 你覺得 應該坦誠 還是 剛剛認識的時候 有些心計好些呢 你是鬼妹性格的 你應該是 什麼都說出來的 好 好 請問你 你有什麼方法 去治療男人嗎 嘩 你問我 也很好笑 我當然是要說這些 你說得太正激 鬼聽 大哥 你應該叫你的美女 叫她封煙 因為 他們有中國 女性的傳統 那我 其實 就不能這麼說 我告訴你 我的聽眾是全世界 大哥 很多外國的人 其實現在沒有人聽 我兩個人在說話 我想問你 我先看看 現在有 現在有 162個人在聽 哇 OK 謝謝 其實 我覺得 無論是什麼 無論你是在外國 住了很多年 也好 或者是 在香港 或者是世界 哪個地方都好 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關係 無論是男人 女人 女人 女朋友 也好 我覺得 每件事都要坦誠相對 我的性格 有什麼 就得到這一點 有什麼 就是 你的問題 你一次一次一次 你解釋 難道 我某天某日 某天某天 跟你說的什麼 令你不開心 那就糟了 不如就問清楚 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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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清楚 就是這樣說 我的性格 就是要說清楚 大部分 尤其是 我和那麼多外國人 相處過 都是喜歡 看出來說 這個就是 the ways of communication 但是如果是亞洲人 可能會有一點心計 如果不是都不會 所以我沒有 中國人的美德 我想問你應該 你應該沒有和中國人拍拖 會不會 你多數和老外拍拖 我就好像 我記得上面好像沒有 是啊 是啊 這個是我人生到現在 是一個 是一個 其實應該 因為我聽過 女朋友身邊 其實 中國的男人 無論香港 應該是 很顧家 而且 真的很適合家 而且 你說女人有三重四得 男人其實也有 你說來聽聽 男人有三重四得 我給你認識 哈哈哈哈哈哈 我給你認識 我只知道 女人的三重四得 做女人 尤其是做香港的女人 真的很偉大的 是啊 如果你喜歡做事 如果你在家裡 有弟弟哥的話 那你就要早上 每個人都有工人 但始終你都要照顧 你的弟弟 比如你有寶寶 然後 我見過一些同事 譬如說女兒要入學 哇 她就緊張得很緊要 我雖然自己沒有 但我感覺到 她那種緊張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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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時候跟她說 為何你不叫你老公幫忙 這些事情 我老公幫不了手 這樣 我是 照顧家裡的 這樣 這樣 你明白嗎 我見她 真的在午餐時間 不停在那裡打電話 跟學校聊天 那些 你看到那些媽媽 又要做職業 又要做媽媽 又要回家 趕著跟她做功課 完功課又要 又要Zoom 其實是非常辛苦 我見到她們 我想問一件事 因為你是很西方的 其實在外國的媽媽 外國的媽媽 她不會做這些事嗎 沒有這麼多資訊給她家的小朋友 還是教育方面是不一樣的 沒什麼 因為在外國的 因為在外國的思想中 18歲之後 你可以走出門口就可以了 對啊 自立 自己是自立的 所以她要她們各個自立 所以很小 我在外國是讀教育的 所以我沒有在西方 計數學校 對 我沒有在外國的家庭上長大 所以我認識我的朋友 我就知道 他們回家 自己走路回家 坐校車 她媽媽回家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理會她們 很小 無論你十歲還是十一歲 但她表面做得很好的 你看這件事 跟中國人的愛情是不同的 我見我的同事 星期六、星期日 她還收到上班 還要帶子女兒去黃河迪士尼玩 又要帶她們去海融公園 把自己所有的時間 都給了自己的兒子和女兒 尤其是她們還小 所以剛才鏡姐不要說我爆了 因為她剛才曾經是錄過的 原本我們錄過一個錄音 然後我說不行 太寒冷了 我喜歡那種interaction 是即興的 她說 哎呀你看看我 幾天做家務 做到根本就沒有時間扮靚 所以我們在這裡伸展的話題 其實很多家庭主婦 他們為了要照顧家 而犧牲了很多時間 就缺乏了去照顧自己 但好像你剛才說 其實每一個人 是應該先照顧好自己 無論有多少不夠時間也好 都要花一點時間去 為自己裝美 做自己開心的事 又或者令自己開心一點 是嗎 你這樣說 好 還有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要做 即使你看到分道 都應該有自己的朋友的圈子 哈哈哈哈 鏡姐馬上說 留言說 亡死了 哭了 給她哭了 Emoji 哭了 她很痛 我很心痛 我剛才跟她說 不過我捨不得 我不好意思這樣跟她說 因為其實 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如果你要上班 回來要收拾東西 她肯定很喜歡 好像我這樣 很容易潔癖 你回家 還要洗 我記得我十星期日 沒有工人的時候 我說 要洗乾淨的廚房 廁所 我是享受的 不過翌日我上班就死了 真可憐 你兩個工人 你兩個工人 就走了嗎 不是 我之前一個工人的時候 我就要做這麼多事情 所以我寧願節省一點 真的節省一點 自己 要找兩個工人 所以就要搞定我的房子 不是 就像亂七八糟一樣 因為我工作很辛苦 回家還要亂摘大籠 我真的覺得很辛苦 所以再說多一句 女人真是偉大 回家又去收拾房子 每個人都有工人 但是 有這麼說 我很多同事跟我說 我老公只喜歡我煮飯 就是 他下班 還要回家 就算不用他切 就要他煮 煮完出來 就要放在桌子裡吃 就算不用他洗 其實說真的 也挺辛苦 如果你叫我每晚請客 我想會瘋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實香港 我覺得香港的女人真的很偉大 厲害 其實很能幹 即使香港的家庭主婦 那為什麼 在亞洲來說 香港的男人 都挺被縱壞的 鏡姐說什麼 她說所以做家務 就沒有時間辦 不是啊 剛才你看到鏡姐還是很漂亮 是不是 是啊 不過做多 如果做多兩個星期 我想我們很久都會見不到她 因為她會不肯出來 哈哈哈哈 很辛苦 她這麼大間房子 我已經怨好 我已經瘋了 我肯定瘋了 是啊 是啊 她做事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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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可以想想 不如我們現在 我叫她打電話 哈哈哈哈 她反正正在看 你等我一會 我問你現在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在看我講話 現在212個了 喂 你收視我用WhatsApp 才可以三個人一起說 好嗎 好 你等一會 還是我開過另一段影片 三個人一起說 好 我十分鐘之後打給你 十分鐘之後打給你 好 OK 謝謝 很好笑 我待會兒打電話給鏡姐 這段影片說到這裡 待會兒我叫鏡姐一起 三個人一起說 TALK 3、TALK 4 今晚給我幾分鐘設計 一個範圍 好嗎 好 我回頭 對了 我要弄一個 等一下 待會兒被他罵鬼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喜不喜歡這些題目 什麼都說 對嗎 他有在外國住過很多 以及Multiculture 無論在公司 又或者以前認識的朋友 在海外住過很長的一段日子 我覺得 我覺得在不同的角度 可以看女性在現在的社會生命之中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的生活更加多知彩 這件事是我們現在要學的課題 怎樣令到自己開心和漂亮呢 不一定要參加香港小姐 我覺得是怎樣說 只要你健康和開心 就容易做到漂亮的了 即使你是家庭主婦都好 好嗎 這樣就 我現在 Oh My God 等一下 TALK 3、TALK 4 暫時弄一個 先看看這個 這個 先看看這個 這個 這樣就 弄住這個 Ladies and gentlemen 好 現在幾點了 哦 12點鐘 好 就設定這個 今晚是TALK 3、TALK 4 那個 沒有設計的那麼快 對 先把她說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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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打電話來 我看到她在推影片 大家都很喜歡聽她聊天 好 好 這個 Oh My God 為什麼整個臉都這麼白 這麼快已經有人進入了之後的影片 為什麼你們這麼快 OK 哇 鏡姐 待會我打電話給你們三個人 說 哈哈 什麼 她說 聽到你的聲音就會很開心 誰 Anima 哈哈 哈哈 好笑 看 一定會罵你 為什麼 哈哈 哈哈哈 哎呀 算啦 這麼多人喜歡聽你說話 讓你罵 GA 不要了 啊 哈哈哈 蛤 美女 我常常打電話給他,我叫你放鬆一下 出去聊聊天,因為你的說話很好的啟發,剩你兩位,美女 我們在專頭見,麻煩大家稍而欲步 我們下一條影片,三個人一起聊聊聊天 TALK3、TALK4,什麼都說